来看看新闻网 然后两位的表演 我觉得真的很美 所以其实今天也唱得 格外的就是专注和满意 这首《海上的月亮》 由世界冠军庞青同见演绎 清亮的声线结合舒展的舞姿 的确为大家带来了 不同反响的视频冲击 采访时坐在春春身边的 这位嘉宾来头不响 他是前伦敦市副市长 John Rose先生 2006年 李宇春受邀前往伦敦 参加中国年点灯活动的时候 就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John Rose已经把自己 排进了玉米的行列 不但购买CD索要签名 更曾连发40多条微博 回忆两人2006年的相识 并大赞李宇春的正面影响力 如果你不懂李宇春 为什么会那么红 如果你不屑那些山户海啸 或者所谓的偶像崇拜 那么我们不妨就从2006年入手 从一个数据来重新审视 李宇春的存在 2006年 中国首个有粉丝 以偶像名义成立的基金建立 玉米爱心基金 开始了自己的慈善之旅 2008年 512汶川地震 玉米基金捐出了200多万上款 截止2011年3月 玉米基金已经突破了800万 短短几年的时间 玉米们创造了惊人的慈善数字 慈善项目也是多种多样 这就是John Rose先生盛赞的正面影响力 要问出今晚的第一道难题 七年 你们养了吗 3月24日深圳湾体育中心 2012YME演唱会舞台上 李宇春对着现场 两万玉米喊出了一句 七年你们养了吗 满场玉米排山倒海的后出 没有 距离2005年的那场选秀 刚好是七年 与当初人们一夜爆红 昙花一现的预言不同 李宇春的这七年 几乎没有呈现过疲态 不管是他自己的状态 还是市场的反馈 我觉得七年这样 也可以很立志 就是我借用这个时间 这样的一机会来 总结和审视我自己的过去 然后我去开启我新的一个七年 我觉得挺好的 独立和态度 在李宇春的这几句话里 表露无遗 而李宇春的这七年 也的确可以书写一部立志史 就拿被玉米们 翘首以盼的YME 巡回演唱会来说 花样年年翻新 惊喜年年不同 努力和进步年年得到 2006年 YME成都演唱会 是YME品牌确立的第一场 为了突出李宇春自身的声线 演唱会采用了当时 风靡欧美的不插电形式 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它 你要相信我的情意 应不正 只有你才是我梦想 只有你才找我牵挂 我的心里没有它 2007年YME北京演唱会 李宇春打架子鼓弹钢琴大秀各种音乐才艺 2008年YME上海演唱会 从舞蹈到服装效果 歌曲选择 乃至板块设计 都更加自信妥贴 尤其是粉色戏曲装和纯白婚纱装 其经验将人过目难忘 2009年YME广州演唱会 李宇春卖萌傻酷 舞台表现力势不可挡 2010年YME南京演唱会 是五周年的纪念场 谢霆锋惊喜助阵 嗨翻全场 因为爱所以爱 温柔情不及安排 愉快那么快 不要等到我想伤害 2011年YME武汉演唱会 从印度舞到原创新歌 李宇春让人惊叹连连 一直以来 李宇春也不断地尝试着新的方向 电影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从十月围城 龙曼飞甲到最新的血滴子 每年一部大片 每年一个意外的自己 今年演唱会已经完成 电影即将面试 还有新专辑正在筹备之中 踏实率真 甚至草根的本质未变 但李宇春对自己的要求 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但现在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 可能有很多作品 我是自己就先毕掉 渐渐地成熟 不变地平静 李宇春正在全力接近自己 演艺生涯的制高点